頭褲町農會封鎖裡面 每一個人的桌上 都有一罐造型很特別的寶特瓶 這是頭褲町農會新推出的產品 相當方便的冷泡茶 這個茶飲料它比較特別的地方就是 可以直接現泡現喝 而且不會因為溫度的問題而產生 泡茶喝茶不方便 因為這個瓶蓋是有一個專利 我們茶包放在裡面 然後如果需要飲用的時候 就把茶包打開 然後放進水裡面 它就可以呈現現在目前 這個已經泡了三分五分鐘了 慢慢的茶色就會出來 這個冷泡茶最多的地方就是一定的掛 只要打開地包就流下來 10分鐘的時間就出味了 而且農會一次推出三種口味的冷泡茶 後面將來做選擇 土庫農會新開發的產品 它最主要的就是因為 我們在旅途上要喝到現泡茶 非常的不方便 然後所以說我們就有一個 idea 就想說如果開發一個現泡茶來 由我們那個農會來配合一些我們一些茶商 還有一些就是我們的那個水公司 來開發這個新的產品 然後能夠讓我們所有的那個消費者能夠喝到最品質最好的現泡茶 一款冷泡茶 農會主要是消耗旅遊市場以及飯店的食物 後來出口觀光的民眾 很方便可以喝到好喝的茶 像我們開發的就是一些旅遊樂 還有就是高鐵 這一種比較旅行社這一方面 因為你要喝到這種現泡茶 如果在遊覽車上面 還是說在那個高鐵上面 你那個茶的溫度可能要高一點 那你現在你要喝這種現泡茶 那這樣子擠開擠的是最好的 這樣子 為了要開發新的市場 有很多農會農這支開發新的產品 來出現新的相機 記者 大家來 蔡佛東